老公,你记不记得有一招从天而降的长发? 是一九十年,我一生长。 他是格斗擂台最飘逸的舞者,看他的比赛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 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360度转身后旋踢,腾空二踢脚,腾空超人拳,别人会的他都会, 可是他会的,别人一定不敢这么整。 他就是来自贵州洞族的窜山包。 张美轩,中国格斗界知名度最高的,世界冠军之一, 一路与世界各国的强者激烈交锋,夺得昆仑绝合格斗, 赢量及世界冠军进腰带,然而还是有人表示不服, 他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退役特种兵阿西莫夫来到中国后, 阿西莫夫还没有输过,保持着对华不败的战绩, 实力非常的强悍,面对来势汹汹的阿西莫夫, 张美轩又该如何应对呢?就让我们查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张美轩加油助威吧。 比赛铃声敲响,张美轩上来就是王炸, 腾空的二踢脚引发振振欢呼声, 如此自信的打法,放在别人身上还真不敢这么做。 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在观众朋友们看这个江苏卫视昆仑杰的直播的同时啊, 昆仑杰将在五月份建军欧洲, 将去意大利和斯洛华克比赛, 我们在五月份将会给你带来更多昆仑杰的一些惊喜。 从体格上来看, 阿西莫夫呢,是显得是更为的壮硕, 但是呢,张美轩的战力的打法, 大开大盒,非常具有杀伤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特克特兰的阿西莫夫, 第一回合,现在他打得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他毕竟看过那个张美轩的北山路下, 他不会轻易地给你进入这种地面, 他现在那么靠地要游走,控制, 然后找机会,有核实机会, 他在才会鼓舞给你。 是的,而且如果是双方进入到了禅暴的阶段, 我相信阿西莫夫会把张美轩摔到下位, 自己站取上位的位置, 实施地面垂击。 而且呢,作为摔跤手, 地面垂击,喜欢用势大力沉的这种方式, 也就导致了自己在地面垂击的时候, 双口就进行站立的积雪, 张美轩早已准备好了, 我就要多你的腿。 漂亮,刚才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 宋老师,刚才是阿西莫夫一个下潜, 但是呢,轻水就控制板拳。 张美轩的速度不乏, 都是非常的灵力。 阿西莫夫实力也很势不俗, 他通过灵活的躲闪能力, 化解了张美轩大多数的进攻, 紧接着趁机将张美轩甩翻, 不过张美轩反应足够迅速, 立马起身不给阿西莫夫机会, 两人间的交锋实在是太快了, 让人眼睛看都看不过来。 张美轩站立进攻态势十分凶狠, 这让阿西莫夫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决定将比赛突入自己擅长的地面。 阿西莫夫趁着张美轩飞膝起身的瞬间, 立马下潜爆摔, 张美轩的当即重心下移, 两人在围绳边进行决力。 阿西莫夫,你看,这个不是张美轩最要的, 这个不是张美轩最要的。 大家看到张美轩又现在非常积极的锁腿, 非常积极的锁腿, 但是呢,因为阿西莫夫, 他是属于前苏联可以是俄罗斯系, 可以说有非常强大的三国的功底, 三国呢,他们就是研究锁腿比较多。 想必呢,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 刚刚呢,对于张美轩来说呢, 这个爆摔显然也非常突然。 毕竟阿萨克斯坦的阿萨克斯坦的这个阿西莫夫 现在是昆仑局周级银浪级的挑战零用者, 这一名选手水平绝对不一般。 到刚刚的双方的非常胶着的这么一个, 被胶着而短暂的那缠斗当中的阿西莫夫 显示出来自己的大脚势力。 他的把控能力非常强, 这个实际的把控能力。 你看他现在轻易地不出手, 但一出手就不一样了。 张美轩, 非常的快, 张美轩的腿法呢, 连贯非常突然。 而且对于我们俗话说呀, 起腿半边空, 但是阿西莫夫还是非常大将之风, 他不慌不忙,掌控节奏, 不去主动实施暴战。 你看现在这张美轩, 不管你出腿也好, 出拳也好, 几乎都打不到这个阿西莫夫, 他就通过的移动, 我控制着你, 你别看你出腿怪多, 你看你现在没有踢到路。 到目前为止, 你重拳, 不光是以缠斗, 而且是以重拳著撑的阿西莫夫, 到目前为止, 重拳并没有怎么样发挥。 所以说也有可能, 忽然发招一锤定一锤。 对。 你看, 现在这个阿西莫夫就在找机会, 准备图式冷箭, 他准备都是不胜的一键, 而且不停在调动张美轩的结构。 张美轩现在选择打阵地战, 直接高防。 张美轩灵活的战力进攻方式, 让阿西莫夫十分的难受, 于是他再次寻求机会进入地面。 他趁着张美轩飞系的空挡, 再一次下潜爆摔, 将比赛拖入了地面当中, 张美轩的地面技术同样不俗, 两人间的较量一直持续到回合结束。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张美轩继续加强自己的拳法攻势, 阿西莫夫也不甘示弱, 和张美轩展开阵地战激烈的交锋中, 张美轩拳法更胜一筹, 直接将阿西莫夫给击倒了。 绳边角力当中, 阿西莫夫明显更加有经验, 他再一次将张美轩拖入了地面当中, 两人展开了精彩绝伦的地面缠斗。 重回战力后, 两人继续展开激烈的拳法交锋, 拼拳法。 阿西莫夫明显不是张美轩的对手, 他又一次被张美轩重拳带翻, 不过他立马做出了封闭式防守, 让张美轩失去了乘胜追击的机会。 就在此时, 张美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动作, 他直接腾空踩下阿西莫夫, 这一招实在是太惊险了。 张美轩一个非常大胆的起跳式的落踢。 非常有经验, 张美轩因为在科伦爵的比赛规则上, 三点的肢定是不允许提脸的, 非常有经验。 现在张美轩开始给阿西莫夫实施干扰, 逼阿西莫夫犯规。 但是这个裁判非常非常有经验。 非常非常有经验。 地面较量当中, 张美轩展现出了不俗的摔跤功底, 牢牢占据着尚未压制。 不过阿西莫夫的防守也很顽强, 让张美轩几乎做不出进攻的动作。 两人在裁判的干预下, 重新回到战力当中。 做了大量的缠斗训练, 鼓光是发心的训练, 而且专门是跑到贵州市的摔跤队, 贵州摔跤队进行交叉训练。 今天双方的体能的这个储备都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今天双方的状态也非常好, 这个竞技状态。 要直接后手。 张美轩这种扫踢已经给阿西莫夫造成非常大的干扰。 刚才已经给他踢了一个猎起。 大家看到, 阿西莫夫已经在开始有意地去防张美轩的逼扫踢了。 直接后扫, 非常漂亮。 第二局比赛还有1分20秒。 刚才一个直接的阿西莫夫一个直接的后手, 但是呢被张美轩抓了防守反显, 但是现在张美轩又被拿背, 哎呀被勾进去了, 张美轩这个手又翻了过来, 结果, 张美轩非常令人惊叹的缠斗的功力, 而且是快速的反应能力。 一般的摔跤手对于上位的进攻的都是德西应手, 通常来讲摔跤手不愿意被别人压倒在地, 压于下位, 现在对于阿西莫夫是一个考验了。 张美轩站起身来。 现在双方呢还是进行将军这局比赛, 还有40秒就要结束。 无论是力计还是地面计的较量, 双方都呈现了一场教科舒适的比赛, 一直到比赛回合结束。 双方呢继续回到站立的位置。 第二回合还剩下最后的24秒钟, 又是一个二踢脚这么一个高扫地, 又是一个高扫地, 变分非常的快, 返旋。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 是阿西莫夫呢, 反倒被张美轩一直进行战力的压制, 在场面上来看, 哦, 腾空的一个后悬梯, 飞系, 也压哨了一个飞系。 第三个回合马上开始, 现在看到托马斯范叫了第三回合, 比赛开始了现在, 双方经历了两个多回合的比赛, 现在刚才有一险些是张美轩, 比赛来到第三回合, 张美轩开局就是闷棍般的低扫, 直接将阿西莫夫扫倒, 由于阿西莫夫跌倒在擂台边缘, 裁判处于对选手安全的考虑, 让两人重新回到站立, 上位, 实现自己摔跤手的打击的强势的本能, 但是呢这个时候双腿呢一定有些, 张美轩乘胜追击, 继续以低扫不断砍下阿西莫夫, 阿西莫夫难以抵挡张美轩的砍腿, 当即在此下前爆摔将比赛突入地面当中, 两人展开地面剂的较量, 可以说是忍住了疼痛, 发起刚刚一个短暂的肘击, 张美轩非常的娴熟, 又把阿西莫夫放回了自己的双腿的防守当中, 阿西莫夫虽然在前两局都是滚扎滚打, 但是呢在第三局迫于压力呢, 又一次把张美轩摔倒之后, 看起来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多的办法能够给张美轩造成实质的打击, 看来张美轩处于下位, 现在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防守状态, 一些非常短固的可以说是短距离的碎拳, 还有碎肘呢, 有十字顾, 这个十字顾没有, 又是一个三角锁, 这个三角锁有吗, 之前不记得张美轩曾经用三角锁打败过自己之前的对手, 但是我不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呢, 阿西莫夫非常强壮, 又是把自己的手拔了出来, 现在三, 地面较亮中, 阿西莫夫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精湛的技术, 一度让张美轩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不过张美轩的技术更胜一筹, 他敏锐地抓住阿西莫夫的防守空档, 对其施展三角角, 阿西莫夫颈部被死死锁住, 难以喘过气来险些窒息, 他当即拍地投降认输, 张美轩以三角角降服对手获胜, 大家觉得张美轩打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在走飞,